臣,朱元璋,叩告天穷,日月山川,以及历代皇祖之灵清,为臣,上成天道,下顺臣民,驱除百年之患,堪定南北枭雄,设计于紫金山巅,召告天帝皇之,立国大明,建元,红武! 这是朱元璋一时中最巅峰的时刻,此刻他终于从石不果夫的河上正式祭天生地,这一刻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包稻米,双手捧着稻米的牢猪不由地回想起了父亲,想起了自己孤苦伶仃的童年,想起被大远欺压的无数百姓,他把稻米放入酒中,洒入大地,一双目光直直地凝望着苍天,祭坛上朱元璋转身回望,谈下无数双眸子,奇奇地望着他,那眼神里有欣慰,有敬畏,有惧怕,但无论是谁都知道,华夏的天空天明了, 完成了祭天仪式之后,群臣跑去上朝,结果一打眼,龙蚁金碧辉煌,上面空空如也,我操,咱皇帝呢,人哪儿去了,君主离县之啊,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出一个大眼瞪小眼,大名红武,常务父皇帝,太子主标一看,诸位大臣,早朝推迟一会儿,起太早的,站着密胡了,说完,两腿一迈,拉着李善长就走了,这路上才说了,咱老猪上班路上,就发现有几个儿子,不好好念书,跑去捞鱼,那讲话的,老猪是什么人呢,你不好好读书 我真拿大鞋底子抽你,就按着,倒霉大儿子,正在哇哇大哭,底下一堆皇子,是大气都不敢知一声,生怕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 李善长一看,顿时觉得两眼一黑,握了个去,这事你找你母后我,你拉着我干啥呀,主标,也有话说呀,我娘跑去定阳,给人生脑吃锅子行扫墓去了,主标往里移植 李善长顿时就明白了,感情主标这老小子,是拿自己当枪使,看着敦厚仁义,他奶奶的,也是个腹黑呀,咱老李也是个狠人,一把抢下老猪的大拖鞋 瞅着老李来了,老猪也打够了,气也消的差不多了,来,老李你看看,这群小兔崽子,现在就捞鱼抓兔子爬树,等长大了,那还了得,你跟我说说,就这群小兔崽子 老李说,得得,咱们先开会了,大早上起来没吃饭,站了一个时辰 走了两步,老猪腾又回来了 结果路上,就跟著名大猪,看死猪标的老师宋莲,两人聊上了 此刻,老猪也不是啥皇帝了,那姿态就是个普通家长,接受班主任教训,猪标一看,得 班主任跟家长一聊,那是从每个皇子的脾性,到以后的规矩,方方面面都聊透彻 猪标是蹭蹭蹭的来回跑 等聊完教育问题,猪炎章终于来到了大殿,开始上班 大殿之上,猪炎章张嘴一句,徐达长玉春,北伐违规,册封大殿,需要延后 接着,点到了蓝玉的名字,一双眸子像是鹰损一般,即便是被编去加强过的蓝玉,也扛不住如此目光 这时候的老猪需要的就是个影子,有了蓝玉松口,老猪自然就说 老猪这话一说完,汤河直接呆入母居了鼠女人,他眼珠子一转 合着,咱闭下这是意有所指啊 散了会的老猪问儿子竹标,这事你怎么看,咱标子懂得很 他直言,文臣武将争名夺利,无论给予什么爵位功名都不会完全满意 老猪也接着这时候传授其惊艳了 你看看,文臣对功名表现很淡然,武将表现热烈 实质上,那是文臣看得疏多了,更能装,武将们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自然更热气 这就是人心,太热闹起来,咱也看不清 作为一个新手皇帝,老猪暂缓寿风大典自然有他的考量 从开国文臣武将来看,武将层面大部分出身于红金军 跟随征战,展露头角,这其中以徐达,常宇春,李文忠为首 虽然都属于文化科欠费,但挨不住人能打呀 就等着封侯败相,等着封赏了 而老猪虽然名义上建国,但无论是云南,西夏,亿或者是北方边陲 都还没有形成实质上的统一,所以对武将得赏,但还不能赏得太过 而文臣集团则是以李善长为首 这位义气之力,支撑开国的手工之臣 打天下靠武将,治天下靠文臣谋士 如何维持,这都是学问,这授风怎么授,给什么爵位,都是学问 所以老猪决定先去北巡,看看百姓生活 顺便带着猪标一起走,冷静冷静 同时,又让二胡赶快把媳妇叫回来,主持工作 这样一来一回之间,从小跟朱元璋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汤盒 却找上了李善长,汤盒是一脸严肃的看着老李 咱尚未上床的一番话,明显是说给我听的 所以老李 此刻的汤盒是越来越害怕 你说小时候,俺们玩的都很好 以前我见他,推开门就去了 说一起吃面,就一起吃面 现在,我见他一面越来越难 到这儿,李善长也站起身了 老李骨子里,对于权力的渴望,此刻写在了脸上 一转连,老朱就准备出发了 不过,这一次,老朱却没有带胡为庸 而是带了刘伯温和他的弟子杨谢 对此,李善长表现得很大度 没事,不在哦 小胡啊,记得晚上来参加我杨母的寿宴哦 切记不要胜张 这个须发揭白的老太就是大明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的养母 今天是他99岁的大寿 周岸上摆着0033几道菜 李善长是亲自伺候,不敢有丝毫怠慢 等把养母伺候好了,李善长才开口 小胡此刻的彩虹屁,那叫一个不着痕迹 凭借咱李公,您的声望 要是大半宴席,咱陛下都得给送个礼 您看看您,办得这般艰苦朴素可太了不起了 老李手一甩 哎,这你就不懂了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 可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人像王老娘来说 东西像王老娘百年寿陈 汤帅 汤和一看 嘿呦,来都来了 哥们们还能空着手了 那讲话了 那李卧是一箱子一箱子王一方 汤和此刻跟老李说出了废祖之言 我想明白了 哥们们战功卓越,不犯王法 值得赵过就赵贺 不知道有多少弟兄没有活到去 在老李老汤喝酒吃肉的时候 朱元璋也没闲着 他向刘伯温问出了一道致命题 咱已经想出了受风降帅的办法 但是还没有想出制约他们的主意 刘伯温还相当迷语人 就被老朱打断了 你赶紧麻溜的执着 但凡一个王朝开国以后 那些武将集团就没有啥用了 老朱瞪大了眼睛 刘伯温的聊聊其语 说的朱元璋是心惊胆战 作为开国武将又是陛下的兄弟 一旦没了账大 陛下觉得他们能安于现状 回家种地吗 朱元璋听了刘伯温的话 一个人默默的向前走 望着朱元璋的背影 刘伯温却没有来的一阵心慌 伤被像一座山那样沉默下来 我即使是在三尺开外 也感到了真真寒意 那么屏幕前的元璋兄弟们 你们觉得老刘这些话说的对 预知后史如何 欢迎长按大拇指给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